在新闻焦点的带你来关心 台中益中商圈发生的窃贼偷车 还意外把单独留在车上 国小学童给带走 又半路来丢包的案件吗 昨天就有妇人违规停车 她去拜拜 结果车子没有熄火 把念国小五年的儿子 留在车上等待 结果呢 看到车子却被歹徒趁机给开走 后来发现说后面怎么还有小孩 心急之下半路把男同赶下车 警方获报之后 循现追查 就在今天在彰化深港 逮捕到嫌犯 远警大声呵斥 冲进田里逮捕料姓范贤 将人压制在地上后上铐 他就是十九日在台中一中商圈 随机偷走未熄火的名车 把车上的十二岁小五男童 丢包在路边的歹徒 料姓范贤于窃车后 将车辆驶至三化县 深港乡一间有人居住之铁皮屋内 之后便于屋内修气 这辆白色进口车就是失窃车辆 嫌犯公称把车开到 彰化深港就在铁皮屋内休息 但警方却是在台中风源找到车子 地点都不拢 嫌犯回答时避重就轻 让案件疑点重重 警方调查料姓嫌犯 骑脚踏车车在意中商圈 趁车主下车拜拜 偷走未熄火的进口轿车 还把车主的十二岁儿子载走 在半路赶下车 警方不到二十四小时 在彰化抓到人还在落网的铁皮屋内 找到毒品海洛因 安非他命 子弹 不排除他投车要变卖 证讯后送地检署进一步厘清 记得将志南寻觅与台中报答哦